把1挪到4的位置上 9往下 4往右 那么1归位 9和2往左推 12下来 4往右 那么2归位 紧接着我们找3啊 慢慢这样推过去 黄豆的前面几个数字呢 都是比较简单一点 慢慢推就可以了 比较快耐心 好 现在5要上去 这个时候比较难啊 10下不来 5上不去 这个地方是个小难点 这时候我们可以挪6 6往右 那么3下去 4往左 再把10往左 那么5就可以上去了 6往右 10下来 4归位 3归位 好 第一排 那第二排 第一个应该是6对不对 我们就慢慢的把6挪过去啊 好 那6去都完成了 我们再找8 9 好 走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 9已经在10的下面了 他们俩如果这样转一圈的话呢 是不是就能归位了呀 所以17往上推 12和20 往左 19和15下去 10往右 那么9往上归位 好第二排 第三排第一个 这个地方应该是11啊 那我们就把11先推过去 慢慢推啊 12 然后找13 后面就是14 把14推到22的下边 好 现在14要上去 我们一样的这样转个小圈 20往上 17和24 往左 19和15下去 22往右 那么14归位啊 紧接着我们要把15 挪到22的下面 好 可以了 现在15要归位的话 也是一样的 22下不来 15上不去 那我们就挪24 24往右 17往右 13和20下去 14往左 22往左推的话呢 那么15就可以上去了 紧接着19往右 22下去 那么14归位 13归位啊 那么前面三排呢 都会比较简大 玩起来的话呢 都是非常考验人的逻辑色归能力 专注力 以及一个手脸脑的协调能力啊 后面两排呢 稍微难一丢丢 因为呢 褒动的空间非常有限 那最后面两排 其实我们可以竖着这样去还原 对不对啊 竖着竖着来啊 那么第一组呢 我们先还原16和21 你看 现在刚好16和20已经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直接看第二组 17和22 好 你看他们俩已经挨在一起去了 我们直接把它这样转过来就可以了 转过来 23往右 18往上走 17和20往左推 22往下 慢慢这样跟着往前走啊 18和23往右 20往上 17和22往左推 23下去 18往右 他们俩上去的话呢 那么第二组就能完成 是不是 20往右 17往上 22跟着 好 第二组完成 第三组应该是18和23 好 我们先把18推过去 那现在23过不来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就先让18下去啊 注意 19往左 24往上 20和23往右 先让18上去 再让23靠近18 19往左 20上去 23靠近18 他们俩再转上去 那就能完成了 24下去 19和20往右 18往上 23往左 哎 那刚好 最后一个24往左推 那么整个黄道就完成了 20往右 20往右